然後再下這個 叫我們這邊打出最高傷害 秀的分析各位 嘿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蘭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牌組就是巫師牌組啦 這個版本 加進來的這個安女局古雷亞 這個算是這個雙雞 雙婆 雙婆巫師 那在版本出的時候有這個 起始魔法馬納利亞嘛但是因為沒有 馬納利亞系列的收尾牌 所以 玩的人不多 通常都是在七能巫師裡面去做使用 但是這個版本的加進來這個馬納利亞的雙雞安與古雷亞 那這邊的話就有一張這個收尾牌出來啦 這張卡片在五費的時候他本身體質很好嘛 體質非常好然後我們先看進化好了進化的時候 然後他會有全體三點的AOE傷害 然後回自己三滴 的血量 所以算是一個 可以把場面穩住的 其中一個手段 那同時的話呢他在入場的時候會 拿到一張雙雞的大魔法 爆能強化器的時候 他會額外再增加一張巨大英靈跟 古雷亞佐勒之數 這張就是2555回合消失的途徑 以及是 三費 AOE 不是AOE 三費打5次1的這個 傷害 那這兩張卡片呢 會 減5費在爆能強化器的時候 同時雙雞大魔法也會減5費 所以 因為他原本是20費所以爆能切的時候拿進來是直接 15費 那張卡片是 魔力增幅就是你放法術的時候他會消費減1 同時 如果你放的是 馬納利亞卡的話他會 消費也會減1 所以如果你放的是一張 馬納利亞的法術的話他會減2 所以說呢 馬納利亞的這個 始祖這張卡片就非常重要 他可以讓整個排隊裡面的所有的 法術 以及手上的法術全部變成馬納利亞的類型 同時在進化的時候他會讓他消費減1 那也就是代表說 只要你 馬納利亞始祖入場的時候 所有 所有的這個法術都會 擁有 馬納利亞的 的這個 效果 那當然啦 如果說你是伊撒貝爾融合出來的東西 後面才融出來的就不會有 然後漢娜 後面才進化的話 還是會有 因為這些都是馬納利亞 所以基本上有差別的應該就是 伊撒貝爾融合 就是在你要下 馬納利亞之前的話呢 記得先融合 如果你有需要 的話就記得先融合 那 所以說呢最重要的兩張牌就會是馬納利亞以及是安與古雷亞 那為什麼我這邊還是放了三張的伊撒貝爾 因為正常來講的話 大部分的情況底下我們只需要一張的馬納利亞跟一張的安與古雷亞 剩下的東西其實並不一定能夠造成到那麼多的傷害 那可以利用伊撒貝爾去吃 但是這幅牌其實蠻多細節的 就是我現在打起來的話 通常來說除非你手上找不到 始祖找不到 安與古雷亞 不然的話伊撒貝爾是完全不需要去壓進化的 除非你的進化點 被天外異語 補充回來太多了 的話你再去 再去壓進化 因為 大部分的情況底下我們會 希望是在 進化回合的時候 壓過一次馬納利亞十足 進化 然後可能在 5或者是6的時候 然後打一張古雷亞 那就算都不行我們在7的時候打其實也可以 7的時候打 在你前面有進化過馬納利亞十足的情況底下 其實是很有 有很高的機會可以在8費的地方 就直接蹦 這個雙七大魔法出來 那 如果說你前面做得好一點點 比如說你在 4費的地方進化馬納利亞 5費的地方打出安與古雷亞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在8費的地方 就打出 這個 就你7費的時候有機會 做出 聯合魔法 然後在8費的地方用救急魔法 然後安與古雷亞 的這個 法術去雙七大魔法去 鋪場 然後去做AOE 剛剛沒有提到的是雙七大魔法的效果 他效果的話呢是 會先AOE 敵方的全體 從者5點 同時把所有 本場戰鬥之中死過的 馬納利亞系列的 從者 招出來然後全部拿幾尺 那我們現在這這部牌裡面我們是沒有 編那個克雷格的因為我希望 漢娜可以比較穩定的去抓 馬納利亞 始祖以及是古雷亞 跟安出來 那這個東西 以上線來講的話我們 打開一張那個法術就是會交出 漢娜 馬納利亞始祖 加上古雷亞 然後 以及是這個 安的巨大英靈 但是 如果你需要叫安的巨大英靈出來的話你就必須得要搭配 才能夠去做使用嘛就是你必須得要搭 那個7費暴能的安與古雷亞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會是 135總共是9點的傷害那如果你有進化點的11搭配 沒有進化點的話可能可以搭配劍羽去 去再加3加3吧那有 進化點或者是 再加上 宏大 救急魔法的話就 就有機會直接 110 kill 其實在今天在打的時候蠻 獲勝場蠻多場都是在8費的地方 去做回殺的 算不算到一件太難的事情 那7抽的地方要找的東西就是235 我們要找的東西會是漢娜 馬納利亞跟古雷亞 因為漢娜能夠找到馬納利亞或者是古雷亞 那 馬納利亞跟古雷亞這邊就算你進了兩張也無所謂 就是各進了兩張也無所謂 一張在馬納利亞拍下去 10組是 10組是一定要拍的 你不管是3費直接拍或者是壓進化都好 但如果沒有拍的話 後面那個 宏大魔法是 非常非常的難去降到 足夠低的費用 所以正常來講就會是我們剛剛所 提的狀況 那其實 用講的有點難 有點 就是只看這個牌有點難去做選擇 我們直接進好了 直接進牌組介紹影片 來 實戰裡面來去講好了 走 好 這邊打的是 血鬼 血鬼今天有看到好多好多的 進化鬼 不知道不太確定為什麼 我這邊會想要把剛那兩張抽牌換掉因為 我們找 更多的213 或者是更多的3 其實都比前面去做抽牌好 因為那些抽牌在 你打過古雷亞之後 再去抽 都會是更好的情況 這邊蹂躏的惡魔 是個狂亂吸嗎 好像是狂亂吸 這邊艾爵出來 這裡其實可以 他前面所給的這個場面 基本上應該不會太好 我們可以 可以空過一下 我問題不算到太大 甚至這裡 我想一下要不要再空一層 其實這邊再空一層 也是沒有問題的 再空一層 我們直接空兩層 前面這邊就其實就也才4滴嘛再加下一層 就再多3滴我們拿這個二打八去 去解這個效益太低了 不太願意做這樣子的事情 你看他 他這邊打拜特出來他也 沒有辦法 就是就是你解到這個的話他其實等一下也是在多撲一隻出來 結局來講並沒有 到更好 所以我反而 我反而空 這樣子的空過反而 可能會讓我 沒有那麼痛苦一點點 那我們這邊抽然後馬納莉亞 然後撞掉拜特沒啥問題 這裡就是看他有沒有 打優里亞斯的如果有優里亞斯的話 我們這把的 勝率還是會不太不太舒服 那沒有的話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利用一張的暗與古雷亞 去把場面全清 然後同時還有補血然後我們還有一張 那極光幻想獸 你看這邊整個這樣做完之後 他進復仇嘛 我們其實血量也算是非常安全的 安全又舒服的一個情況 就很舒服 那這邊打一張 安於古雷亞 然後 抽嗎 神鳥抽我這邊只放一張神鳥因為 這部牌其實神鳥 不是真的這麼好用 我在想要壓進化 壓不壓其實都可以 壓的話就是為了那補了那3滴嘛 壓一壓好了 因為我們手上還有1魚所以 其實以這個手牌來講的話並不會那麼缺 進化點 你會發現我剛剛那個零費打下去直接衝了3點的費用 因為他本身就衝2嘛然後加上他是瑪拉莉亞的 卡片因為他被變過了所以 這邊是直接衝3就會發現他的速度衝得非常非常快 這部牌大部分的斬殺回合約莫會是在8費 通常會是在8 那他是個狂亂 所以 然後他 他又沒有 他又沒有進化過 所以我們 8費 才斬殺應該還行 他沒有 不是沒有進化過他沒有去融合 融合那個964所以 應該是 應該是挺OK的 以現在這把來講的話 他這邊氣完應該是拿 打傷害跟那個回進化點 沒問題 拿傷害進化點 那我們這裡就 開抽 抽一抽 抽一抽 抽二抽抽一抽 抽一抽一抽 可以打一張反制然後 一張 幾罐幻想獸 我們去激咒出來 那東西就是拿來當充能 那為什麼我放幾罐幻想獸 因為我有帶 一打二 然後 其實土片在這副裏面 他不太會真的 不太真的會卡場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底下 你比較難 去做兩次的這個 雙擊大魔法去 去作戰 比較少啦 也不會說完全沒有機會 但 機會就是比較少 喔好希望他有大怪喔 他有大怪可以讓我的 巨大英靈送掉 因為巨大英靈送掉的話雙擊大魔法就是多很多傷害 可以 有怪可以讓我送的話是最好的 這邊聳句氣息 我們要8費的時候作戰 這手牌來看的話應該是有辦法的 我們先看一下如果有進 法術7種 所以如果有進 伊莎貝爾的話也還行 拿一顆進化點 我現在只有三跟五個一張而已 所以我可能需要兩張雙擊大魔法 才才夠斬 我最後一張 巨大英靈應該不會被 斬吧 我想一下喔好像可以壓 好像可以壓進化就好了 讓他會想要 過盾來解我們的7 過盾來解我們的7 但我這段就要斬了因為 這邊再不斬他等下9 9壓進化我會 我會爆炸 就是964 鎖血壓進化那是頭很痛 應該說壓進化鎖血啦 但我這邊8是 我等下可以什麼00 如果怪的話00 然後什麼 這個1先打 100 01 然後什麼000 之類的 是做得到這些事情 他這樣應該會解 因為他必須得要解我們的這個 所以他 他也得要解這個 那我們應該有機會可以蹦兩張雙擊出來 沒問題 從我召喚再來 喔他這邊進復仇他要融合了嗎 對融合 那我這次就要想辦法斬嗎 那這裡的話打法就很基本了 這個反制 然後3 我沒有213對不對 我沒有213的話那還是可以先這個 因為356嘛 213 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費用應該 沒有算錯 這個先出嘛 這張也是這個所以我們下這張的話他會變成 兩費 然後再下這個 然後再下這個叫我們這邊打出最高傷害 秀的飛騎各位 OK這邊打皇家 他留二一三起來 還有一個三 所以如果多的話 伊莎貝爾也能夠衝 還行 鑑魚進得有一點點早 鑑魚大概四五吞之後再進 其實就能用了 其實這東西不放老實講也可以 這個是個馬桶皇嗎 很明顯了 帶軍師貓的一定是馬桶皇 早上可以不用先打 哇他這樣子放很大量很大量喔 龍一張 有兩張了我們先龍一張 好 至少我們這個二一三可以交換一次 然後可以順便算一下他的 指揮官的數量現在是兩次 正常來講現在來講的話 他先手 先後手不管了反正八費 有的時候會跳 會跳馬桶 如果沒有跟四血邪魔一樣都上手的話 很兇啊 這個頭一直敲啊 還是解一下好了 你不欠那個傷害 你不欠那個傷害 那我們這張已經沒差了 就可以先丟出去 他直接武裝強化 丟出去還拿東西來拿傷害來換 那就很賺 他還解 哇他花這麼多傷害來解太好了吧 算爛 然後他這樣也才三三張嗎 三張而已 算爛還怎麼樣的 對 這智慧之光可以不抽哦 我們等一下古類要打下去再抽就好 我這把看起來應該還是很難 七費長應該也還是要八費 要八的話他就會先八 所以他有可能心爆會跳出來 我靠 他先手五就這個東西出來了 但他已經沒有手牌了 六種 七種了 很痛很痛 很痛 來 開抽 冒險的夢 再抽 陰陽祕法 再抽 來 要進化 好 他這是不是後 先手七要跳了 因為他像七的耶 他等下回合結束會變八 所以他這一刻如果這兩張 有一張是六的話 再一張是三 他先手七要跳了 直接一口 抖 他這樣子要跳了還怎樣的欸 他沒有 還好還好還好 他這一偷還不會跳 那他如果等一下有容勝檢定的話 我又該怎麼辦呢 現在還有個問題就是 就是我這個三進化如果不配聯合魔法的話 其實我解不完的 所以我好像一定得要配聯合魔法 有點苦 確實是有點苦這樣子的話 那我這個冒險的夢下去 要抽一費 黑白 他下一層會跳了嗎 確定下一層會跳 然後他只要再有指揮官可以操縱 我就數翹翹啦 他為什麼他不先撞啊 他先撞不是 你只有變二二嗎 這裡沒有盾啊 這裡沒有盾啊 前面手上的滴血牌近的沒有那麼多 看他這邊三張是是有什麼吧 因為我沒有盾 所以死掉機會其實蠻高的 二一三打過兩張還一張 一張 所以他還有兩張 打起來其實我幾乎每一把 都能夠七費斬 都能夠八費斬 其實算蠻 打其實算蠻穩定的 只是有的時候活不到八費 雙劍 齁 喔他展不了喔 他展不了的話 那就是我的回合囉 他應該要知道我手上還有一張啊 然後他還把 這張打出來 那我這兩張可以送掉 那我們 送掉一張 你是不是不用送啊 我死掉的 只有 只有二一三五跟 瑪娜莉亞嘛 所以直接開 二一三五跟瑪娜莉亞 就已經是九點傷害了 OK 又是一個八費斬 他的馬桶也是 也是跳的有夠早耶 差一點點就要七費跳出來了 真危險 OK那以上的話呢 就是這一副巫師的牌組啦 安與古雷亞 我覺得 目前 因為我今天大概打了四個小時的這副牌 以現在的來講的話 應該是我目前覺得還算OK 還算不錯的 的構主 反正 就如同之前我們在介紹七能巫師的時候一樣吧 瑪娜莉亞跟 瑪娜莉亞 始祖跟安與古雷亞 之後只要再補進一張 東西 隨便的東西 其實就會 就會太 就有可能會變成 之後的T1職業啦 我覺得 我是希望可以補一張 法術 然後那個法術可以招 瑪娜莉亞的從者出來 然後要招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但 可能需要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的話 那應該會很厲害 因為 不太想要再放瑪娜莉亞的從者進來了 因為 漢娜可以好好的檢索 或者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可能需要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 伊莎貝爾下個版本退掉的話 傷害就會 蠻容易不足的 就可能需要再一張瑪娜莉亞的 攻擊力高一點的生物 因為像巨大陰寧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穩定嘛 需要一點穩定的這些的生物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有任何問題想看牌子 歡迎在底下的地方留言告訴我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下午後 και 都不關心 今次開玩笑 走 查詞 發燈 發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